这个男人明明是一个入室盗窃的小偷 可面对警卫的盘问时 房子的女主人竟替她说话开拓 原来就在昨天 男人行窃时无意间就在相处 两人的关系愈加亲密 可正当他们心里那丝悸动要坦明时 露西的前男友回复了她的电话 约她出去外面见面 她没有犹豫的就答应了 丝毫没有理会一旁的哈利 她见状心想 也是时候兑现承诺离开了 自己在她身边已经没了意义 可她刚刚启动车辆 露西就拦在了车前 她不想哈利就这样离开 露西现在的心情是复杂的 也许她自己都还没意识到 短暂的相处下来 已经让她的心里起了涟漪 哈利走后 她并没有去与前男友见面 而是躲在门后失声痛苦 不知过了多久 哈利来到加油站 看着计飞器上面不断攀升的数字 她的思绪已经飘到了九霄云外 露西会不会见了前男友之后再次想不开 于是她将车辆掉头 下了车飞奔向屋内 可门已经被上了锁 她大声呼喊没有得到答复 不知想起了什么 纵身一跃跳入泳池 拉起昏迷的露西就上了岸 原来两人曾经谈论过这个问题 不久之后露西醒来 这次的事情也让她意识到 自己真正爱的人是哈利 之所以对前男友如此上心 不过是执念罢了 两人相拥入睡 隔天哈利提前起床准备早餐 就见到一对陌生的男女 男人还询问哈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露西听到动静从楼上下来 这才知道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她的前男友 而女人之前还是她的闺蜜 这栋房子并非是她自己的 哈利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卖后 要来了两人的手机 冲进了下水道 她让露西将这一年 压抑在内心的所有话当面说得清楚 Cynthia I trusted you You were my best friend I told you every little thing in my life I was there every time you got your heart broken And Peter You broke my heart man You ripped it into a million fucking pieces And I hate you for it I do I look at you and I feel physically ill Wondering how I ever had sex with you I don't love you I fucking hate both of you 两人被赶出了房子 哈利带着他到了自己家 可打开门的那一刻他愣住了 自己的家被偷了 也算是他作为小偷的报应吧 哈利在路西的低谷时出现 将他从死亡线带回 短暂的相处让路西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内心 人不能没有执念 要不然生活将变得索然无味 但如果这种执念已经危害到了你自身 那为何不选择放下 或许你还能看见不一样的世界